我得记录一下 这叫什么玩意儿 你看 这儿呢 这个看得见吧 火焰山大景区 火焰山大景区 然后的话 这会儿有一个芭蕉扇 看见了吧 芭蕉扇 然后的话 芭蕉扇后边在这儿 在这儿 这是金箍棒 然后这个是铁山公主 这是一个火焰山景区 然后 然后 这个 这个就是火焰山了 这一片都是火焰山 这叫火焰山这块 这 这火焰山我给你拉近了 你们看一下也行 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个 现在的话 你可以看见我在 我在这路上走 这高速一过的话 这车一过你都可能听不见我说话 到新疆 到新疆来了 是 这个 这个 这条路 我现在走这条路啊 这个是那边 在那边 那个高速那边 有车 有车 有过来看到吗 那个是京新高速 北京到新疆的高速 这他妈的 哎呀 警区他说他开了 开了之后的话 但是 里边啊 因为新疆有那个新冠 那个什么 二波吗 这后来刚开 刚开之后 我特意打电话问 他说他开了 开的话 只开的是外边这块 只有外边这些 啊 然后的话 你看啊 这还有一个 你看啊 这又 这又一个 一会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是怎么回事 你又把一个怎么回事 这个你看得见吗 这个 哎呦 那个火焰山那几个字 看得见吧 呃 然后有那个沙地摩托车呀 然后那个是什么牛魔王啊 也是铁山公婆 这还有一个这个 呃 金箍坝 孙悟空 这个 这还有一个这个 看得见吧 我也拉这么近了 哎 我说的没错 这 这你看啊 这又有一个 火焰山 警区 4A级 他现在 这个的话 他 就是 就是在上边 就是被靠着火焰山 然后的话 圈一圈 圈一圈 然后就 然后就说是景点 然后呢 就就卖票 就搭几个那个西游记的那个什么那个铁的那个送空啊什么你摸 搭几个铁架子 就开始卖票了 票倒是不贵 40亿张 啊 但是他还整俩景点 俩 这里 这边一个老景点 我刚刚刚那巴椒上那边一个还有一个新景点 啊 俩景点还竞争 就这地方 你愿意说我什么不懂啊 愿意说我就这样啊 愿意说我什么的随便 反正这个网上太阳也老说 但是这种地方太坑爹了 啊 幸亏我没包车来 幸亏我没包车 我坐了一个省级的班车 我等了好久好久 要不就是等到发车 等到那个坐满人 他再走 去 我就说吧 再给你们看看这个景区就完了 就我真的来了之后的话 这么出名 来了 来了我 怎么也得过来看看了呀 看看了我真的真的我就门口看看就完了 就这个我花40块钱 我在里边看的和我在外边看的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这些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然后这个 这个 一会回去都是个事儿了 哪有车呀 在高速公路上 又得那么搭车那样的 反正 反正 这一趟出来两个多月了 中国国内旅游景点 我就不吐槽了 你们都在那玩的比我还多 你们都比我有呢 我也是这边也走了 那边也走了 两边都走了走 看了看了 这景区啊 也就是这样的 进去 我都四十元我都觉得亏了 你猜啥 就这样吧 真的 到时候在写 在这写地儿在吐槽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都 火焰山啊 你觉得有多热 连根树都没有 连根树都没有 我们在这儿 都没有 咱们 谢谢观看